大家好 这两天有话有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的蓝莓上盆之后 没见浮盆出现掉叶子 有一些枝条出现干枯的现象 那么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出现烂掉的一些叶片给它清理掉 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枯枝的话 及时的给它剪掉 接下来就是给它喷洒一到两次杀菌药 比如说像这种带生能性广补杀菌药 目的就是为了预防给它出现续菌的感染 感染到其他的一些老枝条 那么接下来就是把握好养护环境 不要给它浇过多的水 散射光一定要充足 也不能给它阳光直射 放到散射光充足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最好是偏干一点 不要给它过多的浇水 因为有些坏友担心它缺水 其实它没有浮盆的时候 我们给它浇多水了 反而会容易引起闷根引起烂根 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好浇水 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有这种HB101活力素的话 最好是给它喷洒一比三千的比例 给它喷洒整颗植株 也不需要给它灌根 大概三天给它喷洒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HB101活力素 它可以提高植物的一些生长细胞 让它里面的一些生长细胞更加的有活力 那么同时又可以提高叶片的光合作用 提高它的抗性 提高它的抗逆性 这样的话就更加容易浮盆了 如果大家没有这种HB101活力素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喷洒一到两次磷酸二清甲 按照一比千二的比例 来给它提高光合作用 让它这个叶片枝条强壮起来 这样的话浮盆就快了 所以说大家刚上盆的不管是蓝莓也好 或者是其他花卉也好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注意养物方法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